大家好 我們是六媽的採訪主 在北港有一家很有特色的早餐喔 就是煎半粿 什麼 沒有聽說過煎半粿喔 答案就在影片中喔 好 來到我們的美食時間了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煎半粿 來吃煎半粿這樣子 我們的早餐要吃得很好 要吃得飽這樣子 那煎半粿是北港在地特有的早餐 對 煎半粿的意思就是煎半粿 其實它裡面有包含很多東西 我們進口幫我們帶一下 有我們的湯汁 湯汁就是有大腸啊 小腸啊 就是滷的這樣子 再來這是大腸桃 還有老闆娘說這是大腸桃 這是一個最大腸桃的 所以最最珍貴的 最珍貴的 每次煮只有一塊 好 來 接下來幫我們介紹 它是我們的佐料 佐料真的是很特別喔 別的地方吃不到 這是我們的米醬 老闆娘幫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米醬 米醬呢 我們用糯米做的啦 用糯米做的 用糯米做的 不是用糯米做的 不是用糯米油嗎 那是煎半粒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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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沒有添加 那是煎半粒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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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香腸 老闆娘 我們去教一下我們的香腸 這香腸好吃 有點鹹的 有點鹹的 不會太鹹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對 是 香腸 現在要再加鹹 然後再加鹹 是 然後下去熱一下 接下來是我們的米醬 對 肉米醬 這是 也是 肉米做的 肉米做的 醬味是那個 那是這個 這個醬味是做的 就是那個 那是那個 主角就是粿啊 那是現做的粿 現做現炊的粿 好 除了剛剛我們在後面有看到的 真的是讚讚讚 好 那老闆娘可不可以來給我們一個綜合的煎餅 大家好 現在到我們品嘗美食的時間囉 來 鏡頭幫我們帶一下 這是剛剛老闆娘幫我們準備的 就是綜合的煎餅粿 然後她很貼心幫我放一顆蛋生 不幸營養早餐 接下來就是這個鍋 嗯 那先幫我們帶一下 好囉 那我要吃這個煎餅粿囉 煎餅粿的主角呢 就是我們的粿 那這就是老闆啊 每天啊 就是現做 現炊的 那我們剛剛有在後面看一下她的製作過程 這樣 鏡頭看一下 很Q 其實她就是吃得到糯米本身的味道這樣 然後味道非常香 非常甜 好吃 嗯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腸子 其實我比較 比較喜歡吃這個小腸子 就是豬的小腸 那這裡都是煮了好幾個小時 就是所有的精華都匯集在這個小腸裡面 嗯 吃起來就是 有幸福的味道 然後 口感很濃 很濃 這樣子 接下來呢 幫大家介紹這個就是 糯米腸 比較米腸這樣子 然後她就是用那個 菜子壓 菜子壓就是小小豬 然後大概60公斤的小小豬這樣子 然後她的小腸的 腸細膜 是刮那個膜 然後下來灌著 灌著 灌著米腸這樣子 然後裡面就是灌我們的糯米 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非常漂亮 好 慢慢來 這把它吊起來啊 那個脆脆的 那裡一口咬下去就那種脆的感覺 然後之後吃到糯米啊 那種軟軟在面的 感覺很好 好 那其實是這個啊 就是他和的這個醬 然後滿臉剛才幫我們加的這個米漿皮酒 然後跟和著他一種特調的醬汁這樣子 和著醬汁 就是中和的醬汁 和著醬汁 口感很好很好很好 現在看一下這顆蛋是老闆娘啊 幫我準備的蛋 現在的蛋太感謝老闆娘了 5Q的蛋喔 那今天來幫我們介紹這個是冠蓮湯 冠蓮湯 那國魚的肉乾黏湯 那他是有豬的豬肚跟豬肝中間那一塊肉 那每隻豬就只有一塊肉 所以是非常珍貴的 那我們請鏡頭幫我們帶一下這樣子 那肉感覺就是比較紮實這樣子 然後比較有咬勁這樣子 感覺很好 好嘞 去給大家看 那口感很紮實 然後就是一個他 寬蓮啊原本的味道這樣子 那湯呢也是非常乾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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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免費的喔 老闆娘特別提供的就是柴魚湯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吃電碗粿啊 就是一定要配柴魚湯這樣才對 而且這些都是免費的 那就是決定喝 喝到包為止 那不會像外面有的就是 就是甜的味道很重啊 還是怎樣 它就是很甘甜 然後很清新這樣子 那我們就進化到這邊囉 下回見 那湯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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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湯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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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湯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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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湯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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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湯如鮮 湯如鮮 好 那你多久來這邊鮮魚鮮多貴 大概一兩個星期就會來鮮 你看他忍不住要吃耶 看他有多好吃 他忍不住要吃耶 那你最喜歡吃裡面的什麼東西 鹵大腸 鹵大腸 你喜歡吃大腸還是小腸 大腸 大腸 好吃嗎 好吃喔 來做出一個最好吃的表情 炸